这是我第三次来尔海了 第一次是一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 然后去年来了一次 这是第三次 我住在这个酒店 以前尔海还没有说是提起保护的时候 像大龙县站这个位置 全部都是客栈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然后自己家的房子被很多外地人 来改造成这个叫做海边的客栈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尔海经了一次保护 就是治理尔海拆了一千多家客栈 现在我们看 今天开始整个这个位置 已经建立了很多这些马路 看到没有 现在看起来就非常干净了 对不对 这就是环境保护嘛 我这次来尔海 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得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 以前真的没有这种感觉 包括现在的酒店 他们属于客栈吧 属于一种客栈 给大家推荐是什么呢 就是我来尔海来大理住呢 更愿意住在这个柴村码头 或者龙海码头附近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尔海 比较环境好的地方 就是特别热闹的地方 是哪呢 就是双廊 就是我手指的那边 大概是双廊的位置 特别热闹 这边就是比较安静 它是两个状态嘛 这边吃饭可能要相对来讲 不是特别方便 但是它站了一个静 特别静 带你们去我住的民宿看看吧 从后门进来 后门比较方便一点 酒店的这个民宿的大堂 落地床 我在二楼房间 带你们上去看看 来这还有很多包车 还行而海的 我记得去年来 还行而海是300块钱 包个车 它就会给你一天嘛 然后是你随叫随停 现在不知道今年多少钱了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喜欢在这里坐着 怎么说叫下关 这边就是 花上关风 苍山雪 尔海月 二楼的一个小平台 那前面就是 尔海 能看到吧 然后这就是 酒店 客房 这是我的房间 带你们看看我的房间 带你们看看我的房间 是钥匙的 我没锁 不好意思 稍微乱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房间 会不会冷啊 晚上 因为我怕冷 洗漱用品都有 好 开心 休息一下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旅行嘛 我觉得 应该是这样 拜拜